来来来 大家是不是转弯时经常遇到这种情况 因为坐在车内 门气比较的大 转弯的是坐在车内 不会判断我们车轮的位置 遇到这种低矮马路牙子的时候 经常卡马路牙 咱们可以看一下 矮的障碍物 我们最多卡马路牙 咱们车轮 或者是咱们台币死亡严重 但是高的咱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的这一块车都 直接就干包废了 那么开车 不会判断车轮 或者是车头脚的朋友 那么这个视频 一定要认真学习 掌握之后 它就能有效的避免 我们转弯时 不会判断车轮和车头的 那么今天车哥教你一招 只要掌握以后 你就能有效的避免 我们的车轮 以及我们的车头挂踩 第一点 一道车头前有障碍物 只要我们的车身 和咱们的障碍物是垂直的 那么前面的障碍物 无论是高的障碍物 还是矮的障碍物 我们就盯着我们的左右 A柱夹角 把我们的车辆 往前开 只要我们的A柱夹角 和前方障碍物几步重合 这个时候 我们无论是往左 还是往右 打满方向吧 我们都不用担心 我们的车头脚和车轮 会刮蹭到前方的障碍物 虽然我们坐在车内 你感觉刮蹭到了 但是我们可以看看车外视角 它是绝对不会刮蹭到的 第二 我们的车身和障碍物的角度 是斜着的 我们最迟什么时候打的 那么我们记住 把车往前开 如果是右转 我们就看 刮气的 如果是右转 我们就看右车头脚 无论我们的车身 和咱们的障碍物的 都适适也不斜 把车辆静静的往前开 右侧车头脚和前方障碍物 底部重合以后 我们再打满方向盘 这样我们的车头脚 也不会刮蹭到 咱们的前方障碍物 那如果是往左转时 也是一样吧 前方障碍物 我们不管我们的车身 和咱们的障碍物 接着的距离是多少 我们尽管把车辆往前开 盯着A柱夹角 当A柱夹角和我们的 这个障碍物底部 重合以后 我们再打轮 这样我们也不用担心 我们的车轮 以及车头脚 会刮蹭到 我们的障碍物 第三个方法 如果倒车是我们的车身 一刀是底下障碍物 只要我们的车身 和障碍物大于70厘米 那么我们沿地 打满方向盘 往后退 注意哈 我们一刀是底下障碍物 我们的这个车轮 是不会刮蹭到 咱们的障碍物的 大家可以放心 大胆的退 那如果一刀是这种 高的障碍物 只要我们的车身 和旁边障碍物的距离 大于1米2以上 那么我们上车以后 沿地打满方向盘 往后退 我们的车头脚 也不用担心 它会刮蹭到 旁边的障碍物 大家可以放心 大胆的退 先生朋友 只要掌握着 三个技巧以后 你再来开车上路 转弯的时候 就不用担心我们的车轮会砍马路 也不用担心我们的车头会刮车道